记得电费现在呢 电价要少收一个月了 那么原本哦 这个夏季的电价是从6月份 要到9月份 围起有4个月的时间 不过现在呢 渴望是缩短一个月 立法院在昨天是单独通过了 有水电这些国营事业预算案 虽然说民进党提案 要求要暂缓夏季电价 遭到了国民党的封杀 但是呢 朝野协商的过程当中哦 国民党团也是苦民所苦啦 已经要求台电 最慢在下个礼拜 那么要宣布 这个夏季的电费呢 适用期减少一个月